一、贫血,大多数女性都会有贫血的现象,因为这个原因,就有可能导致脸色出现暗黄没有光泽。 所以,根据品体建议女生多吃点韩铁的食物,比如,黑木耳、紫菜、发菜、鸡菜、黑芝麻、莲藕粉等,同时还可以吃一些补鞋的食物,例如,动物干燥、红枣、瘦肉、桂圆、党鬼等。 推荐食谱,红糖小米粥、小米暖胃,红糖跟红枣补血,先将小米泡上30分钟。 红枣续合切碎备用,先用炖锅煮开水,然后放入小米,熬一只小米开花,之后放入红枣,搅拌均匀之后继续熬。 待红枣煮烂之后,加入红糖就可以起锅了。 花生红枣养鞋汤,红枣,花生,木耳洗净,同放沙包内,加清水适量,无火煮沸后,改用文火包制花生熟烂,加入红糖再包片刻,即可食用。 莲子桂圆汤,莲子,桂圆肉各30克,红枣20克,冰糖适量,将莲子泡发后去皮,先洗净,雨洗净的桂圆肉,红枣一同放入砂锅中。 加水适量接煮至莲子酥烂,加冰糖调味,睡前饮汤吃莲子,红枣,桂圆肉,每周浮食一到两次,此方具有补心血,健脾微的功效。 适用于贫血法力,神经衰弱,心悸增充,健忘,睡眠不安等病症,枸杞红枣,包鸡蛋,枸杞克,红枣十枚,鸡蛋两个,同煮。 但熟后吃可再煮十分钟,吃白乙汤,每天或隔天一次。 游薄虚劳,易济血,健脾微等功效,可贫血症,还可用于体质虚弱,头晕眼花,健忘失眠,是力解退的病症的桥理。 二脾虚,面色伟黄,多是脾虚济血,运行不畅,若是面目要智晃,则都是黄胆,黄胆又分阳黄与阴黄,鲜艳为阳黄,是施热熏征,会暗如烟熏为阴黄,是寒式明智。 若表现为黄胆,则是劈虚失运,导致水烟内停,推荐食谱,八宝粥,银子,剑食,易人,沙奥,桂园,红枣,白蝙豆各物克,精密L00克,主粥食用,能一气阳血,健脾强身,适用于体虚防御,食少纳呆,气血亏虚,三耀易引人粥,三耀五十克,易引人15克,精密100克, 主粥食用,能补气间脾胃,止血,适用于脾胃虚弱所致食欲不振,万富账满,大便堂血。 三,生活作息乱,生活作息不正常,导致的身体出现代谢混乱,排毒不干净,从而导致的脸色暗黄。 在这个问题上面,我们能够做的,就只能是改变自己的作息时间,早点休息,同时多喝水,让身体的代谢功能,可以更好的让身体运转,让身体处在一个更好的健康状态之下。 四,运动量不够,我想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是不爱运动的,因为坚持不了,总感觉太累,所以运动量不够。 其实太久没有运动的话,会让身体处在一个单质的状态下,身体内的毒素排不出来,毒素在身体能积聚过多,从而导致了身体的暗黄状态呈现在表面。 在这个问题上面,我们应该要多运动,晚上饭后半小时可以来一个慢跑,或者饭后,饭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反正就是让自己动起来。 不要在一个单质的状态下面一直搭下去,这样不单质脸色不会好看,同时身体也会狂掉。 五,卸妆不彻底,女孩子天生都爱美,化妆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,所以卸妆就变得格外重要。 假如在一天的带妆状态,下面回家没有好好卸妆的话,脸上的皮肤会承受不住,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脸色暗黄,没有光泽,同时黑头粉刺的也会随之即来。 所以想要在脸蛋上面保持迷人的光彩,还是坚持好好卸妆吧,以按摩打圈的方式,完全卸下妆容最好。 六,护肤不得位,护肤没有做好,也会导致肌肤的暗黄状态。 肌肤在干涸或者营养不良的状态下面,就会导致肌肤暗黄没有光泽。 我们平时除了把肌肤清洁之后,还是要好好的护肤,保湿水,术是必备的,还有保湿面霜,一个星期间只敷两到三次的面膜。 同时记得用按摩精油每天给你的脸部肌肤按摩,这样才会更好的让你脸上的肌肤把毒素排出来,脸色更加的白稀有光泽。 七,脚质层太厚,脸上的脚质层过厚的话,也会导致你的脸色看上去没有光泽,同时出现暗黄的程度。 所以,一个星期一次去脚质是必不可少的。 中医告诉我们,身体中出现的大部分毛病,都是由于没有做好保暖工作造成的。 特别是现在春寒的时候,女性朋友要注意保暖工作,避免熟冷,腹泻的患者最好在肚脐的地方,进行有效的保暖。 日常要少吃一些生冷的果蔬或者饮品,可以多喝一些姜茶。 日常的饮食中要注意,一,多吃温热性食物,平时多吃性瓶,胃当同时又数温热性的食物。 二,多注意各种营养素均衡,特别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质,叶酸,铁,B族维生素。 这是因为蛋白质是天然的造血原料,叶酸可促进血红蛋白的生成。 B族维生素是保证各种营养素可以被均衡吸收的关键元素。 三,主食类的选择,日常可适当的多吃一些矿物质较为丰富,同时又具有补气补血作用的主食。 比如说小米,大麦,糯米,精米等等。 四,蔬菜类的选择,日常可适当的多吃一些生物质。 叶酸,粘朵汤丰富多的蔬菜,比如说黄花菜,黑木耳,菠菜,芒瓜,山药等等。 五,水果的选择,除了要尽量选择水分含量相对较多的水果,同时还要注意选择那些叶酸、粘酸、黄铜类物质相对较为丰富的水果。 比如说像红枣,龙眼,樱桃,葡萄钢等水果。 六,肉类的选择,像猪肉,鱼类,鸡肉,兔肉等这些肉类,都含有再丰富的核黄素,尼克酸,硫氨素等等对于补气也具有一定的帮助的。 七,多喝水,科学家发现喝水自养好脸色了,特别是对于一些咖啡脸色入固多。 长期生活在辐射环境中的白领们而言,日常适当的多喝一些白开水不管是对皮肤还,是对身体都具有很大的帮助。 八,多注意补皮,中医认为皮膚的女性也都会有脸色差的问题, 因此这些女性平时建议多吃一些补皮副皮为健康的食物,比如山药,黄酒等等均具有一定的补皮功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